动力进步少不了麻油肌或者是姜母鸭 不过这两种补品都加入了大量的麻油 而麻油是属于比较燥热容易上火的食材 如果大家想要补的无负担 建议您可以选用平临农会生产的包种茶籽油来替代 茶籽油属于温补含有多酚成分 可以抗氧化是相当适合补生的油品 历冬是冬季节气的开始 因为天气渐冷因此在台湾便有一个习俗就是补冬 中医师说立冬前后是进步的最佳时节 通常立冬进步温热食材 可以强筋健骨 养筋蓄锐 抵抗寒风 尤其是女生能够避免冬季四肢冰冷 腰酸背痛并且促进新陈代谢 一般来说我们民众会在这个时节点开始 后续天气就会慢慢地转凉 转寒冷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慢慢来加强身体抗寒暖身的一个功效 来预防疾病侵害我们的身体 今年新北市先发局与农业局除了选用在地食材 配合中药材研发出了三道药膳雅生料理 新北市农业局也推荐相当滋补的茶油机 农业局表示很多民众可能习惯用麻油来煮麻油机 或是姜母鸭等进补食物 不过麻油属于较燥热易上火食材 因此建议可用茶籽油代替 煮出无负担进补料理 尤其是平民轮会出产的包种茶籽油 是遵循古法制造 全程不添加澄清剂 炸好的油必须经过7到14天进制沉淀 才能够装瓶 相当耗时备工 更是安全有保障的油品 平民区轮会茶籽油观光工厂目前正在试营运 对于茶籽油有兴趣的民众可以预约参观 相关的资讯可洽评议区农会 记者声评张门琪新北市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打资讯可洽评讯可派 凰 打资讯可洽评讯可洽评讯可洽评讯可派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